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025年前 在亚洲部署的F35将会达到200到300架 中国至少需要200架以上的歼20 未来总产量将可能达到500架 以应对亚太地区五代战机的部署 中国已经解决了涡扇15发动机的问题 这些问题曾推迟了歼20隐身战斗机大规模生产 如果涡扇15符合设计目标 那么歼20B的巡航速度将达到1.8马赫 最高速度超过2.2马赫 该视频节目引发了全球数千网友的参与与互动 一位网友说道 我来自尼泊尔 你最好的邻居和朋友 全力支持和尊重中国 我们向中国致敬 这条回复得到了最多的赞和支持 这也说明大多数人乐见中国的成长 同时回复中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的网友对中国祝福 不和谐的声音总还是零星存在 有西方网友称 歼20大多数功能都是盗用F35的设计 不过立马被其他网友反驳称 F35还盗用了雅克141的设计呢 也有比较理智的网友回复道 如果说歼20复制了F35 那么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是复制了人类第一辆车的设计 美国人制造了全球第一架隐身战机 作为后来者 借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怎么就成了盗用呢 貌似一位来自中国的网友调侃道 毫无疑问 这个视频是假消息 我告诉你 中国在2018年仍然放风筝 隐身战斗机太复杂 中国无法生产 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做到 我们喜欢石头 木头和植物